南投縣手心向下慈善會長期投入各式公益活動 來幫助弱勢民眾 日前在先議員尤號張家哲與立委許淑華服務處的協助下 也辦理一場夏季物資發送活動 在竹山慈善會堂前來發送民生物資 慈善會理事長陳志忠也感謝與會人員們的愛心 使整場活動能夠圓滿成功 幫助到有需要的民眾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在我們竹路地區這邊這些弱勢家庭 能夠感受到我們手心向下的溫暖 把這股暖流送到他們手上 這是協辦單位我們尤號先議員服務處 還有張家哲先議員服務處 以及立法委員許淑華服務處 像我們南投縣手心向下慈善長期都是做傷葬救濟 還有一些疾難救助 再來就是東令救濟下令救濟 希望所有有新的這些善心人士 共同參與我們的行列 今天所有的志工感謝大家的參與 大會能夠圓滿的結束 先議員尤號在當天也到場參與活動 協助發放物資 也期許透過活動 能讓弱勢民眾感受社會的溫暖 有議員在此也感謝手心向下慈善會 成員們的善舉 因為有他們的愛心 才使社會更加溫暖和諧 在我們竹山地區 其實有很多的低收 中低收 以及邊緣戶 他們其實不一定能夠受到大家的一個關心 那在這次來講我們非常感謝我們手心向下 他募集了許多的物資 讓我們的一些邊緣戶的家庭 他們能夠渡過難關 那也非常感謝陳志宗理事長以及手心向下的志工們的愛心 那也特別感謝慈喙堂提供場地也提供能力 那也希望說在這個夏季關懷的活動 能夠讓這些的邊緣戶 這些需要幫助人感受到一些愛心與溫暖 也能夠為了讓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議長何聖峰感謝手心向下慈善會成員們的熱心公益 也期許各界人士能夠一同來響應 發揮愛心幫助弱勢 使社會能夠更加溫暖 記者盧宇凱竹山採訪報導